- 沈文成進入上節目宣傳下個月的演唱會 此次他也邀請歌手詹銀人一同合作 在節目中他談到與對方合作的過程 當年自己為了籌備專輯來去台東 把自己關在家裡創作 創達兩年的時間 在這段期間 沈文成更是零收入的狀態 相當貧困的他當時趕緊邀請到張英仁 一起合唱舊情也綿綿 殊不知兩人因此爆紅 唱片公司更為此特地加碼拍攝MV 該歌曲到現在也依舊是男女台語對唱的神曲 而出道40年的沈文成 從未舉辦過任何演唱會 他偷了說道 因為他並沒有把自己當成偶像 也因此沒有規劃 是一直到最近在網路上看到有歌名敲碗 希望能夠聽到他唱歌 才決定要辦第一場演唱會 消息一出讓不少粉絲紛紛直戶 真的超級期待文成歌的演唱會啦 一定要一起搭唱來去台東